你把它改一下 這個也許工作表名稱 點兩下 這個可以再改成叫樞紐分析好了 比如說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 比如說這邊的話 你可以或者叫樞紐分析好了 就把它改一個名稱這樣 這個地方 這樣的話 甚至你可以移動它 這個其實我們把它 看要擺在左邊擺在右邊都可以 反正就擺一個適當位置 OK 群組剛剛好像同學不能群組 主要是說好像 記得靠右一定是正確的 靠左一定是不對的 另外還有就是說 有同學選的時候 底下會出現空白兩個字 為什麼 因為你選的時候 應該選到101列 可是好像同學就選到多了 比如說選到108這樣子 那就多了好幾列是空白的 變成空白也跟著一起進來 就沒辦法群組 因為空白沒有辦法群組 所以只要有一些不應該出現的資料 那就會發生錯誤 那解決的辦法 就是你可能要把這個刪掉 重來了 OK 重來的話就移動過來 那記得 就反正第一個 前兩列一定要刪掉 然後記得欄位一定要有名稱 像剛剛好像同學有在旁邊做練習 他也沒有把他 就是沒有藍位名稱也不對 反正就是長這樣子 一定要有藍的名稱 那底下就是縱向資料 就是資料放下面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如果你插入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你理論上應該就會是正確的 那記得你只要把他放在儲存格 任何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預先選起來 也可以啦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樣也可以選 有沒有選應該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應該到101列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再把它插入樞紐分析表 他也是OK的啦 當然有時候 只要你前面的動作不要多太多 不應該出現 理論上這個出現錯誤的機率 好像不高 OK 但是就怕說有些同學 有一些動作做錯 大概看一下應該沒有 按確定 下一步應該就OK啦 好 這樣就出現了 樞紐 然後再來你就把年次拖拉到列 再把年次拖拉到直 然後把這邊改一下 有沒有 直的欄位設定 計數一下 按確定 特別重要 這個地方有個小機關 按一下計數 然後再把它按右鍵 在A5上按右鍵組成群組 然後把開頭50到79 改一下 然後間隔10 按去確定 這樣就有了 然後再插入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 然後直條圖 這樣就OK了 拉大拉小自己再調一下 當然你說老師 或不喜歡直條圖 沒關係你自己找一個 你覺得OK的 反正看起來是很直覺 很舒服的 就是好圖啦 OK 那以後如果資料要更多 更複雜 那你就自己再去調配一下 主要就是你看看圖 總會比較直覺吧 沒有人喜歡直接看資料 比如說你給他直接看資料 這哪看得出 到底哪個年次的人多 你說可以啦 你就向下捲動不就好了 這樣我怎麼看 眼睛都花掉了 OK 但是如果你馬上畫個圖出來 結果就不一樣了 你會花多少時間 沒多少時間 但是你卻可以很快的得到 你應該知道的一些相關訊息 尤其是要做決策的人 老闆他就是希望很快知道說 到底我們公司最近 哪一個產品賣得最好 然後在禮拜幾的時候賣得最好 在那個到底什麼人在買 到底什麼性別 然後哪一個年齡層的人在買最多 當然你就可以知道我們的族群在哪 你就將來 如果你要投放廣告的時候 做行銷的時候 自然你就會找到對的族群 如果你亂槍打鳥 那一定浪費廣告資源 OK 所以這個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點 OK 這個如果做錯了就把它按右鍵刪除 好 那這樣的話理論上 我們就已經把那個 虛擬分析表的部分 把它做出來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再來向前推進的 我剛剛有做那個按鈕的動作 按下去會自動幫我把一些 這個動作給重複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需要用到錄製聚齊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更上一層樓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讓工作更有效率的話 接下來我希望把 比如說前面這邊的公式 那每天都會用到 每天都要在打這個公式 有點太浪費我的時間了 那我將來假設希望 如果可以在旁邊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自動幫我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輸入到這個範圍 從12一直到1的最下面的範圍 OK 然後另外一個按鈕按下它的話 它會先幫我把資料給清掉 刪除掉 反正如果模擬這個狀況 我將來一個字都不用Key 我只需要按下按鈕 它就可以幫我完成 我要的這剛剛講的兩個動作 所以一個按鈕 其實背後就是一支程式 OK 一支程式 那個程式的部分 當然你可以用錄製的 也可以自己寫 不過當然錄製會比較簡單 因為一個程式都不用寫 它會自己幫你寫出來 OK 不過跟各位講 其實ChartGPT也會寫程式 可是寫出來程式 不見得一定是對的 你還是要懂得去分辨 而且可能它懂得去debug 我覺得它目前 可以做到的應該是輔助的角色 而不可能整個取代 而且我發現它寫出來程式 還滿多bug的 所以你至少還是要懂 然後將來 甚至你可以在ChartGPT上面 你剛才講 我想要寫一個什麼什麼的 Excel VBA程式 它真的幫你寫出一些程式出來 但是它會給你程式 可是你至少要知道怎麼用吧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要學會錄製聚集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 那個開發人員標籤 把它呼叫出來 那開發人員標籤在哪裡呢 請你找到 Excel的左上角有個小箭頭 大概到第四個按鈕吧 這邊有個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有個制定功能區 自訂功能區裡面的話 自訂功能區裡面 就會有一個開發人員的標籤 你把它打勾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你就會有開發人員的標籤了 這邊打勾之後 記得打勾之後按確定就OK了 那這個上面就有一個開發人員出現 那跟各位講 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你就要心理準備了 它為什麼會隱藏起來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開發人員 那之所以打開表示 就是你即將成為一個開發人員 OK 那以前是使用者 使用者就是人家給你什麼功能 你會用就好了 但是為什麼你說 老師那我就乖乖的當一個使用者就好了 幹嘛當一個開發人員 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在的資料處理太複雜了 可能以前你要乖乖當使用者 沒辦法把事情處理完 而且沒效率 但是你要懂得怎麼樣快速的 有效率的處理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把開發人員打開了 那目前來看 新的版本可能有個趨勢 以後這個開發人員甚至不用打開了 以後應該會自己幫它打開 為什麼 因為微軟可能會覺得 現在這個功能 好像大家每次打開 這個環境的時候一定會先開 那它就會直接乾脆開就好了 OK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功能 大概就是這些 主要錄製劇期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用的 有沒有 然後你錄完的劇期會放哪裡 就是放在這個劇期裡面 清單 那如果你要看原始碼的話 就是Visual Basic 所以它這個是有一個關聯性的 那將來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按鈕的話 這邊插入裡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按鈕的功能 理論上大概就是這一些 恐怕慢慢先把它熟悉一下 因為這些其實還有點難度 但是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反正你就照著標準化的步驟來做 應該也沒那麼困難 OK好 那我們的需求我剛剛提到 我是希望產生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它 自動幫我把這個公式全部通通完成 第二個按鈕是把舊資料通通清掉 所以我需要先怎麼樣呢 把我那個劇期主要的目的 就是把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錄下來變成程式 那這些程式的話 可以讓你變成按鈕 那只是說你要把那個步驟 做對讓它記得 它會幫你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怎麼做 可能第一個 那我們先做第一個按鈕好了 錄第一個劇期 所以接下來 不過我是建議 你在按錄制劇期的時候 可能要先做一個彩排的動作 有點像你錄影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怕N區嘛 因為錄的時候一定可能N區 那N區就要重來 這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我建議你在錄制劇期之前 你要先知道你要錄的動作 有幾個有沒有 比如說在錄影之前嘛 不是要先 明明要先什麼RE一下有沒有 道理是一樣 那我們這個叫彩排一下 我們彩排 所以待會第一個按鈕就是說 第一個按鈕名稱叫串接好了 那串接什麼就是把公式串在一起 所以 那 劇期主要是記錄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 你先不要先把鈕標放這邊 因為你如果直接放這邊的話 就錄不到點擊這個動作 所以先把鈕標放在這個儲存格以外的地方 然後第一個步驟 儲標先放在這裡點一下 1 儲標放這裡 2的話輸入這一串公式 那你公式已經有了 所以直接什麼 儲標放資料編輯列打勾就可以了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的話 快點兩下 好 三個步驟 OK 三個步驟 一個動作都不要做錯 好 儲標1 2點一下 打勾 3快點兩下 好 Step 第一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做什麼 第二個按鈕就是儲標放這裡 把這底下全部刪掉 那怎麼刪比較快 我建議你記一個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這個我覺得用到還蠻長的 意思就是幫我把這個欄選到底而已 選到最底下的位置 然後按Delete就刪除 有沒有 一樣三個動作 好 三個動作做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錄了 然後錄完之後變兩個按鈕 然後按下去就可以重複 剛剛的動作了 好 接下來來 1 OK 來開始了 這個兩個按鈕 這兩個聚集要錄兩次 好 第一個 錄製聚集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叫串接好了 反正你就給一個名稱 或者叫串接公式也可以 反正給它一個名稱 好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開始了 所以按確定 有點像攝影機開始 Camera就開始了 好不好 不能NG 按確定 如果NG怎麼辦 沒關係 重來 然後名稱再來一遍 他問你是否要覆蓋 覆蓋就OK了 好 按確定 可以 剛剛已經有了 把它蓋過去了 然後1 優標放在這裡 1 2 OK 2優標上面資料變一些打勾 1是輸入公式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重打 也是可以 可是比較笨 對 因為你自己打 打錯不是NG了嗎 我是建議 最好上面已經有公式 你就把這個公式 輸入進去這樣OK 好 打勾 好 三快點兩下 要點準 好 這樣OK了 好了 OK之後記得 一定要記得 上面有個叫停止錄置 有沒有 好 這樣就OK了 三個動作 其他多餘的都不要做 停掉 好 那再來 第二個 錄那個清除 OK 清除的話 優標一樣放這邊 然後一樣 1 Ctrl Shift 向下 Delete 好 按確定就開始了 好 按確定就開始了 錄完之後呢 你說 老師那再來呢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有一個劇情 你剛剛錄的就會放這個清單裡面 那我剛剛就是那個 別的啦 先不要管 你們理論上只有這兩個 那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很簡單 按執行就可以 比如串接有沒有 第一個執行看看 出現了 再把清除執行一下 有了 就這樣 OK 串接 如果啦 假設你沒有做錯的話 結果應該就像我剛剛做的 OK 那你說老師 那我做的結果跟你不一樣呢 那你就NG了嘛 NG就是請你重拍 有沒有 跟那個拍錯NG就重來 重來把它蓋過去就OK了 那另外還有一點 特別是你用那個錄製聚集 有些動作他不能用Ctrl Z 他沒有辦法復原 所以你這個工作表 如果做錯的話 就沒有辦法 那你變成要重來了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錄製聚集 所以以後啦 假如說 你每天都做一些重複性的動作 我還滿推薦 你要會用聚集錄製 因為這些動作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執行他就OK了啊 不過可能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很麻煩耶 每次都還要切到開發人員的聚集 才能執行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簡便一點 可不可以在旁邊放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串接 一個按鈕叫清除 然後當我按一下串接自動就串了 按清除自動就清了 這樣不是更方便嗎 不過這個功能其實是 怎麼講 錦上添花啦 沒有沒關係 你說老師 是不是每次做完一定要一個按鈕 沒有啦 看你開心就好了 如果呢 你假如不是那種高調的人 你就是說 反正呢 我也不能讓老闆知道 我其實做很快 但是我又不想要就是說 做完之後呢 所以最後不用做按鈕沒關係 像很多會的人 我發現上班族有一些 說你做完效率一變好 你會馬上就把東西交給老闆 百分之一百以上都不會耶 大部分都是下班前再按一下就好了 其實他已經做好了 但是他就是Hold住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說如果讓老闆知道你很快的話 老闆就習慣了 他就說你的速度就這麼快 所以他就會覺得你應該有這個水準 倒也還好啦 我是覺得有一些人是因為他效率提高了 所以他就覺得說這個工作 對他來說太簡單了 所以他會想說有沒有什麼 就是方向 有很多人是同公司升遷 也有人是跳槽 不過後來結論好像跳槽 薪水跳得比較快 同公司好像頂多是跟你加個幾千塊 算是了不起了 跳槽的時候跳就不只是 然後是 之前還有一個 他同公司給的滿不錯 他說老師我薪水已經雙倍了 同公司 不過他有個結論好像是說 他們是外商公司 那外商公司是看能力啦 不過不見每個外商可能 他要看哪一國 他說他應該是美國公司 主要是看能力 但如果日本公司好像就不一樣 日本公司好像相對是比較保守一點 不過這個可能就他看啦 那當然就是說 你至少有這個能力 你有選擇權 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就是被選擇 被支配的角色啦 所以你在市場上面 當然我覺得啦 當然目前低薪是台灣 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落差很大 薪資高的可以非常非常高 低的可以非常非常低 那我覺得前提好像跟你的專業 跟你的技能 其實我覺得或多或少 是有那麼一點關係啦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能力夠強大 但是人家卻給你很低的薪水 那當然你就是說是療法 脂肪有問題 比如說你明明是一台獅子 結果人家給你香蕉 但你還是把它吃了 那你這獅子實在是 你是獅子嗎 對不對 你是應該披著獅子皮的猴子吧 不然怎麼會吃香蕉 你有選擇權嘛 更勝者其實應該是說 未來你是反客為主的 是你可以挑工作的 因為你是被需要的 有沒有 那你被需要的時候呢 其實你的薪水就是看怎麼彈的 對不對 前提是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啦 OK 因為我覺得蠻划算 如果你的效率提高是倍 很多倍的話 我覺得老闆一定會 請一個比請四個還來得有用啊 那我請你一個 多給你兩三倍的薪水 我覺得划算啊 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請那麼多人 然後我要管理 其實現在管人最麻煩的 隨時他看著他是不是打或摸魚 然後不會的話還要教他 等他把他教會他要跑掉了 那我就不是 什麼 又不是學校的單位嗎 其實當然職場上就是 你這等於是把你的時間賣給老闆 這應該是一種商業行為了嘛 對不對 那老闆為什麼會花錢 因為他買你的時間嘛 對喔 OK 所以 這個當然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這個我覺得 如果以職場上來看 當然你的專業技能越夠的話 相對的 也就 我覺得 至少啦 你是會 是變成 可以選擇的 OK 那最後我們就是把按鈕做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看一下 為什麼他可以自動幫你把這些事情完成 背後到底他做哪些事情 其實背後就VBA啦 那VBA將來呢 你可以選擇用錄製的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自己寫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錄的 我自己寫 我會寫我自己寫就好了 也可以啦 我覺得使用工具這都兩可啦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 你要怎麼去抵達目的地 所以真的沒有人要約束你 你只能用哪個方式 有沒有 但如果你願意 不過習慣開車就喜歡開車 不過有時候換個心情 也不錯啦 OK 像 我其實習慣都開車 那我今天我就想說搭個火車過來 然後再騎個U-Bike過來 我沒想到居然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要還車的時候居然全部都是滿的 結果我這邊又還不了 然後這邊Standby 我想說會不會等一下 等好久 結果居然沒有人借 對 所以我只好怎麼樣 跑到對面去 對面也是滿的 我還好剛好有人要走 不然我想說我已經遲到了 反而我覺得走路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OK 所以這個U-Bike好像 如果它成為一個公共工具的一環 這個他們要解決 反正的話你說交通工具的話 借借不到 然後想要還還不了 那我還好沒有發現 我每個地方都滿的 那我豈不是要騎回去東門站那邊 然後我再走回來 那不是累死喔 OK 所以這個的話選擇的問題 那當然你說學習這些東西要幹嘛 那就解決一些問題的工具 它是一個很好解決資料問題的工具 OK 好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先完成 待會我們來看 那個後面我剛剛提的按鈕 跟背後程式到底做哪些 我們大家了解一下 好